ERRRR 帥吧 帥吧 很簡單 這個封起來 嗨大家好 我是老外爸爸 在今天的影片中 我要教你如何做一個簡單的竹子椅子 先戴上手套 然後我今天要用以前的影片裡面的 weatherman charge TTI 工具錢 我要切在這個 這個圓環的地方 這個node 好一邊 要這個圓環有 洞 怕什麼 然後另外一邊 要切在這個關節的地方 的外面 這樣就變成一個器皿 一個容器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要開始切從這邊 然後從另外一邊 在一個角度切下來 這是發生孔 先切下來一點點 大概三分之一 不到一半 那從另外一邊 要再切下來 切的 切下來 那如果你要切的時候 比較方便 比較順的話 也許你可以留比較長的竹子 最後才切掉旁邊 或者是你車庫裡面 桌子上面有夾子的話 把它夾住 固定之後再開始切 會比較順 不然可以像我這樣子 壓到地裡面 讓它固定 好這邊就是發生孔 好發生孔切下來到最低的地方 這樣大概到一半 OK 記得一邊是有洞 一邊是沒有洞的 好現在要找一個地方 塞在這個 吹氣孔 今天要用蠟母 我先吃一些維他命 現在要把這個 吹氣孔塞 把它削 讓它的那個 範圍 比較小 可以塞到 吹氣孔裡面 現在還是有點太大 如果我再壓下去 整個竹子 容易裂 好這個吹氣孔這個 塞的部分 可以 依面比較平 其他地方都比較圓形 上面的部分 要平平的 讓空氣可以出來 讓空氣可以出來 好這個洞有點太小 先試試看洞有沒有比較大一點 比較好聽 好,這樣是比較對,上面是平的,洞比較大 還幫我 塞進去 好,然後調整它的位置 對,這個可能也比較好聽 摔吧 然後如果這個地方 你這個地方可以稍微往上 你吹的時候空氣往上 它切過去碰到這個地方 你就會有那個聲音 那最好這個要換成比較 已經曬乾的木頭 比較不會變形 如果你只有軟的比較綠的木頭 那它遲早會變形 然後變形之後 這個下面會有風隙 然後空氣會透過那裡 你上面的聲音就不會那麼好 無論你用什麼樣的木頭放進去 你要是太粗 你壓進去的時候 整個這個竹子會裂開 所以它很怕從裡面 往外 膨起來的這個 這個方向 這個動作 所以我今天用比較軟的 為了要拍影片 那有一些人會把後面的這個 挖出來 然後放一個 東西進去往外拉 往內推 就會有不同的聲音 還是上面可以鑽幾個洞 我自己鑽洞的時候沒有成功 也許洞是太靠近 還是不夠大 我不是很清楚 你試試看 所以你要調整一下 這個裡面木頭的位置 也很簡單 好 現在換你試試看 這個很簡單 小孩子也會喜歡吹 不過要記得注意到安全 當你在切的時候 你用你的鋸子 再鋸這個木頭的時候 要保護你眼睛 還有你的手 所以都戴著手套 記得如果你把這個 這一面 放在地上 要輕 稍微輕一下 就會比較乾淨 謝謝你們收看 我是老外爸爸 我們下一次再見 謝謝